Leo聊世紀 天影如故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薩拉聖人 這場比賽也是軍閥2的比賽 這場比賽也是決賽 Viper在前天的時候輸給了塔套 現在決賽是由塔套對上Hera 這場比賽的結果可以算是誰才是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現在目前大家公認應該是Hera Hera現在拿到的第一名的次數有點多 甚至已經最近超越了Viper 但我心目中最強的玩家也是Viper 私心私心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羅車 造假非常便宜 而且他羅車研發的科技可以提升25%的效率加成 像這個伐木技術原本可能是加150% 他可以到175%的升級效率 所以這個亞美尼亞人的後期 經濟其實算很不錯的 主要還是要靠他的羅車 多造點羅車讓這個伐木的效益更好一點 亞美尼亞人他的海軍是比較厲害的 螢光技術點下之後呢 可以讓自爆船的範圍更廣一點 在這張圖來說 中間其實是可以蓋碼頭的 但是沒有這個魚可以補的關係 所以前期大部分的玩家 是會專心去拉這個野豬來吃 而不會去下碼頭 那碼頭部分呢 通常都是出戰船 去反制敵人而已 那如果在自爆船這個特性下 中間這塊區域可以拿下一些優勢的話 對於亞美尼亞人的戰局來說 可能會更有優勢一點 那亞美尼亞人的後期呢 有這個穿甲弓箭手 所謂的複合弓箭手 可以無視對方的裝甲 還有這個一百血的劍兵勇士 作為主力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薩拉生人 薩拉生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奴砲戰船的攻擊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他的不攻兵 打這個劍竹的時候傷害特別高 那他的駱駝血量也是最多的駱駝文明 那他的奴隸兵呢 也可以吃到這個駱駝血量加成 但他的奴隸兵是沒有辦法 對於駱駝造成額外增傷的 雖然奴隸兵是打這個騎乘單位 額外增傷傷害非常多 但是對駱駝卻沒有 這點需要注意一點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 薩拉生人經濟 那薩拉生人經濟呢 是比較悲催的 他是零經濟加成的 那他只能透過買賣 去增加自己的經濟優勢 通常買賣還是有傷害 所以Viper 不是Viper 這個黑拉 他這邊如果靠買賣的話 還是會受到一些經濟傷害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說 只挖金去買肉或挖木 這個買賣久了 這個經濟還是很損傷的 他只是相較於其他文明 買賣沒那麼傷經濟而已 好 這隻蜘蛛趕快拉 OK 他的路撕掉 好 上方本來想要蓋個魔防 但是看到槍兵過來 決定不吃 因為他這個槍兵 是可以戳掉陸群的 反正往下開始挖這個金礦 好 這邊也在繞一下 好 看到已經下軍影了 Viper這邊看到對手下軍影 應該會意識到 對方可能是打一個棒棒開局 因為軍影通常這麼早下 有點不太自然 通常在研發封建時代的時候 去生產軍影的 然後再去轉這個馬舊 或是射箭場 但他這麼早就下軍影的話 通常打棒棒機率是更高一些的 好 亞密尼亞人這邊拉兩村過來 可能是要來插箭塔 可能是要來插這個金礦座 這裡插一個箭塔的話 可以空到兩個資源點 非常的划算 好 這邊先補一個射箭場 但是Viper應該是有看到 哇 看到村民拉走 這隻殘血村民被這個馬給卡到 這邊想要圍一下 那Hera這邊可能是放棄這隻村民呢 被裝甲步兵給砍死 好 後方趕快圍 唉唷 這邊看起來是有洞 但沒有 它這個竹子在這裡 OK 這裡圍得很好 好 補了一個箭塔 在正面的位置 好 後面也補了一根 好 直接取消 為什麼要取消呢 最主要是因為它是箭塔 只有兩村在蓋 很容易跟對方 對蓋的情況下是蓋不起來的 好 這邊Viper 不是Viper Hera拉了五村 六村過來 敲這根箭塔 好 箭塔繼續輸出 拉了兩隻村民拉走 哇 死了一村 這一波交換 不太友善 這時候Hera已經損失了兩村 好 上方補了一個採礦營地 再來補下石頭 這裡要這麼多人挖 哇靠 它拉了七個人挖 想要趕快再補一下石頭 確保下石頭的採集 那我們的影片也常常在講 這個對塔的情況下 人家插箭塔你要怎麼反擊 就是你也去挖石頭 讓它對塔 互插 那只要你的防守範圍面積夠大 對方沒有辦法傷到你的主要經濟的時候 你就防守成功了 但是這裡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石頭挖太多的話會傷到經濟 那Hera這邊搭了三隻工兵 又射掉了一村 哇 它的首殺是在這邊拿到了 那塔公公這個戰術有什麼優點 稍微解釋一下 塔公公的話是在競技場或長身之處 是比較常見的戰術 那它的工兵可以租進箭塔裡面 增加這個箭塔的這個 箭矢的數量 這兩隻毛兵拉走 這個工兵不能送掉 OK 射掉這個箭塔之後 工兵出來 往外拉 先解決掉外面這四隻工兵 再解一下 順利解掉 Nice OK 後方的工兵繼續撐出來 那薩拉森打工兵 以前在阿拉伯的情況 是非常厲害的 原來以前的薩拉森的 對建築物的傷害更高 我記得以前是加5滴吧 反正是加了非常高的傷害 那個傷害誇張到不行 木場基本上集火一下 集火一到兩下 就可以打丟木場 就可以進去了 但是現在薩拉森沒這麼誇張 好 上面沒有圍毫 決定要在上面綁手 這邊直接堵到了 薩拉這邊的一個進攻路線 後面有隻槍兵 這時候薩拉已經點下了 城堡時代的升級 稍微買賣了一下 利用自己的買賣優勢 去調整資源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薩拉這邊持續7個人 在挖石頭 有可能想要先蓋一根堡出來 那亞美尼亞這邊是5個人挖石 好 射掉3片田 賺到了180木頭 聖農田也是一個 賺經濟的一個小技巧 好 這邊展出了一些肉麻 防止對方的毛兵 去防止自己的弓兵 好 升到了城堡時 大概第一時間升價是 奴兵加二級射 好 這邊剛才射房子 這個射房子 血量掉的非常快 好 塔到這邊 還是被沖了進去 這坨弓兵射進去 再抓掉兩村可以嗎 有點難 這裡有兩根箭塔 不太能夠守住了 好 塔到這邊 還是被沖了進去 好 後面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先拿一個聖物 後面還有一個聖物 一開始就可以雙聖物開弄 那對於這種前壓方式 要解的方式 比較簡單 就是純奴兵 不然就是槍兵配奴炮 就是可以解掉這個肉麻 配上弓兵的路線 那不管怎麼做 暫時是有點難解掉的 這件還是要量產起來 而且現在是開TC的情況 要轉出一些軍事單位 壓力其實蠻大的 HERA這邊也是3TC開農起來 好 看一下這一把 射掉了一下 拉走 攻兵往下探一下 看能不能看到其他東西 上方衝進去 然後劍塔 往下拉走 戰毛兵 對撞到 5吋剩1隻肉麻 好 這隻工兵過來 看到劍塔 是要直接控石頭的意思嗎 先射1吋 1吋 2吋 3吋 4吋 跑掉 要去追嗎 要追 這個肯定要追的 Nice OK 射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這一坨奴兵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總共擊殺了5隻村民 好 戰毛兵想要到前方去攔截 但攔截也有成功嗎 有看到 看到了 同一貼近 拉近距離再攻擊 不要讓HERA發現 越近的話 攻擊的成功機率就越高 OK 再收掉 Nice 哇 HERA這邊 工兵損失太多啦 剩下3隻啦 沒有關係 HERA這邊已經正式開農起來 農田來到了22片田 他這邊轉的是騎士 薩拉森人的騎士 他是不能升級為重裝騎士 這個也是薩拉森的一個陷阱 我以前也是很喜歡玩薩拉森的人 可能早期有對我頻道的觀眾 應該知道 我以前也在講 這個薩拉森的故事 以前我很喜歡玩薩拉森 玩這個破牆攻兵 然後後面轉騎士 然後帝王時代發現 騎士出了30幾隻 不能轉重裝騎士的悲劇 這一點 玩薩拉森的人 可能要注意一點 雖然騎士好用 但是 出太多 上帝王時代 會很尷尬 你會完全打不贏敵人的 帝王時代的兵種 這邊亞美尼亞人轉了一些戰鬥祭司 戰鬥祭司基本上還不錯 跟騎士差不多 甚至比這個騎士還要高了一攻 他的優點是比騎士便宜15塊錢 肉量只要30塊 而且還可以自己護奶 但是他這個補血速度 好像比一般的老頭速度慢了一點點 我記得一般老頭補血會更快一些 但是他的優勢是 自己也可以奶自己 等一下 自腳上不能奶自己 還是要別人奶 記錯記錯 所以這邊不能 自己 吸 自己補自己的血 聽起來怪怪的 好 那薩拉森人這邊 補下了親奇病的升級 下方騎士 抓掉這隻戰毛兵 好 那薩拉應該是沒有要專心出騎士的 他應該也很清楚 騎士的問題在哪裡 稍微粗一點 去解決戰毛兵的問題 好 他到這邊點下了 耕種技術 下了惡吉農 薩拉這邊想要往前蓋城堡 看到戰毛兵過來 回頭一下 好 把殘血的騎兵補一補 再往出去送出去 開始進攻 這時候兵種也升級好了 好 戰鬥祭司來到了四隻數量 那戰鬥祭司這個單位 是很害怕肉馬的 因為他的裝甲是 生旅的裝甲 所以遇到肉馬單位 去打戰鬥祭司的時候 也會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那薩拉森人本身也是有大肉馬的文明 那他同時也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三級步兵 三級步兵鎧甲 騎兵工兵都有 而且工兵也有母子環 跟安息人戰士 而且又有重裝滿風 所以薩拉森人也是 我以前很喜歡玩的一個原因 他什麼都有 連大衝車都有 他的缺點就是沒有經濟加成 但又有這個買賣上的優勢 所以在以前的版本來說 薩拉森人的勝率其實是蠻高的 好 這邊騎士加上肉馬 解掉這個 標榜台 好 增樓祭司過來營救一下 但是遇到肉馬傷害很高 瞬間被解掉了一隻戰鬥祭司 想要去打後面的攻堅守 但沒有機會 先扁掉了一隻肉馬 後面的攻堅守還在無情輸出 前方的騎士一直瘋狂輸出 砍掉了非常多的戰鬥祭司 這一波砍下來 少說損失了大概快要240黃金了吧 痾... 黑拉這邊則是一個黃金 都沒有減少 損失的都是肉馬 所以亞美尼亞人打戰鬥祭司這件事情 也不是非常強力 這就是他的文明的一個問題 升到城堡時代沒有足夠特色 可以進行反擊 變成只要出一般的騎士工兵 這個戰鬥祭司就快受不了了 那戰鬥祭司如果有招向能力的話 那就另當敵論了 如果他有招向能力的話 就太強了 好 那薩拉三人這邊點一下 帝王十代 上方補下了一根城堡 可能大家也是想要來對頭巨型頭時機 好 牆壁往下走 兩邊有點害怕 都不知道在招對方都是賣什麼葫蘆 都沒有想要去偵查一下 目前是有看到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黑拉這邊有可能在查 他可能會出衝車嗎 之類的 但亞美尼亞人出衝車的機率也很低 因為他沒有大衝車 喬治亞是有大衝車的文明 但亞美尼亞卻沒有 這就很矛盾 步兵文明 沒有這個大衝車 可以讓自己步兵的侵略性 大幅向下降很多 因為大衝車可以吸引城堡的傷害 還有劍塔 城鎮中心 工兵單位的傷害 搭配步兵一起前進 衝車是最佳伴侶 但亞美尼亞人並沒有衝車這個單位 可以很有明顯的加成傷害 兩邊開始補碼頭 這邊是補了奴炮戰船 但是老頭可以解決掉奴炮戰船 最後一刻致敵 HERA這邊的判斷非常正確 好 自爆船出來 哇 炸裏放 嗚 真的是阿拉花瓜 OK 亞美尼亞人 點下了救贖思想 這邊一個多線 這邊自爆兵炸得很漂亮 下方的洛馬也是騷擾到了 蓋城堡的村民 HERA的多線進攻 開始有Viper的味道了 自習是騷擾 連HERA都要學會了 不是學會 是已經學會了 他這個手術喔 開始越來越像Viper了 在一年前 還覺得HERA還沒到那麼強 他今年的成長幅度 真是 大呼眼界 這個 他這個實力已經 真是世界冠軍等級了 好 那這邊前方的弦炮戰船 也開始準備要來升級了嗎 要升重型弦炮嗎 他的攻擊Delay非常短 我們來看他的攻擊 2.4而已 非常短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也升級了航海技術 也下了輪走 開始把經濟轉好一點 後面的洛馬升上去變成大洛馬 大洛馬也是後期喔 沒有黃金騷擾敵方村民的一個好 好東西喔 所以大洛馬升級上去絕對是不會太虧的 好 那這邊升級化學 二級龍 三級馬太 沒有啦 現在的想法是要打洛馬 配上海戰的 奴炮戰艦的壓制喔 上方巨型頭司機已經來到了兩台 開始拆除上方的 亞美尼亞的城堡 好 這時候亞美尼亞點下了 自爆船升級 縱形爆破船 OK 看一下這波 縱形爆破船炸一下 炸到了一些血量 還有及時拉走 沒有損失太多 好 大洛馬繼續往前爆 好煩好煩 洛馬開始來了 三級馬太取消 點下三級射 自爆船再炸了一波 哇 炸掉了兩艘 後方沾箭過來 即時點掉 這波點得非常OK 好 再射掉 縱形爆破船再炸個一波 哎呀 血量掉得很快 好 後方大洛馬繼續攻擊 脫脫脫脫脫脫 脫掉了一些數量 OK 強兵防守 卡特還是做得不錯的 爾巴這邊四巨頭 給壓力越來越大 奇兵要升級好 來看一下亞美尼亞有沒有點這個 銀罐技術 看起來沒有點 沒有點銀罐的話 爆破船的這個爆炸範圍 會少散3% 這邊洛馬 可惜了 沒有太多手術可以控 現在HERA到處在溜洛馬 讓塔套的敏感神經 崩緊起來 先關注家裡的經濟 畢竟經濟只要一個防守失誤 就會整鍋多端掉了 右邊有火力跟城堡巨頭在開拆 那薩拉森的配重科技 這個經冠技術 讓他的巨型投石機 跟 跟投石機跟巨頭都會增加15%的傷害 那要想200點的傷害 加15% 那就是加30滴 這就是233殺傷力 非常強 投石車的話他還有重頭 投下去的話大概80滴血 也是非常痛的 配重點完 傷害來到了20加31 誇張這個殺傷力 正面的海戰還有藏了兩艘自爆船 跟一艘奴號戰艦 這波戰艦能不能反打回去呢 上面越來越入侵喔 拆的東西越來越多 看一下這波戰艦了 這波戰艦蠻關鍵的 好 自爆船出來 沒有在空 沒想到就這樣送掉了嗎 來不及 啊 真的是送掉了 好 那上面三生物已經被打噴了 趕快要補一個強化教堂 去撿一下生物 他怎麼是補戰鬥祭祀 戰鬥祭祀也可以撿生物了 確實 哈哈哈哈 好 那這邊肉麻繼續 壓力 槍兵壓力也是很大 但是後面有重型輪炮戰疼 攻擊速度很快啊 欸槍兵效果還不錯 但是槍兵打戰劍3很高 有外增傷 看這邊 哇 槍兵戳船很痛啊 哈哈哈哈 哦 步兵開始反擊回去了 直接讓步兵變成海盜 登船打人 步兵打戰劍傷害非常高 本是海盜設定 自己立國這些細節 自己做的蠻好的 好 這邊四台巨型偷吃機 可能救不了 但是也拆了這麼多的東西 也划算了 奧拉這邊有2000多塊黃金 亞米尼亞這邊也是有 OK 補下了金冠技術 亞米尼亞人這裡來到了90滴的血量 可以躺躺啊 OK 常見兵還頂不上去 現在缺農田了 現在只有43片田 那如果要打步兵的路線的話 我建議是補到60-70片田 雖然他比肉碼的消耗量還要低 但還是要更多的肉類 可以支撐起大量步兵的生產 那打達羅娜的話 大概要到80片田左右 他可以一直踩一隻手 那海盜這邊 由於要打一些乳炮戰劍 而且展出的強樓 所以經濟配置 並不會配到這麼多的農田 這個木材還是要多配一點 經濟配置的部分 就大概要知道自己要出手兵的 如果經濟調配喔 看總數據判斷就可以了 好 這邊看到村民 在後面 色色發抖 前方的長劍兵 還沒伸到雙手劍兵 雙手劍兵伸上去 影響才會變得更大 攻擊力提升加3點傷害喔 OK 等雙手劍兵之後 稍微能打 但是一刀強奴 還是扛不住 雖然有軟甲技術 但是防御率還是有點低 射一下還是有4滴血 雅美尼亞這邊 轉出一些戰毛兵 想要去投擲後方強無 OK 開始攻擊到了 正面這一波大洛馬又解的很好 下方的大洛馬也在亂竄 正面又擊殺到了一些村民 雅美尼亞人村民處開始下降 122村對上151村 村民差距約為30村 上方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需要從上面偷偷開始入行進去了 正面的海戰士完全打贏了 雅美尼亞這邊開始專注打陸戰 強奴配上大洛馬 那其實薩拉森剛剛有講到 也可以打這個重裝馬功 但重裝馬功的價格比較貴一點 而且強奴的話 他打這個布弓兵 禁足傷害也是很痛的 布弓兵現在來說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看到這邊下面看到洛馬衝到農田區域 但農田區域下方也很多均勻 補齊了非常多的槍兵 他們過來第一時間解掉了非常多的洛馬 這邊洛馬被解光之後 後面的破兵也是過來想要去解掉嗎 但是後方如果全部過來上方 就有防守空洞喔 這就是黑拉想要用到的效果 對 但塔塔並沒有中技喔 趕快把這個劍兵往上拉 補下了三級弓 這兵勇士很難點 就要750肉 但肉一直不夠 安全補地能種田的東西並不多 中途這兵再次打到了一些船艦 後方有戰毛兵還是被 戰毛兵攻擊強奴 強奴還是速箱看降低了一些 看這裡有更多大歪馬歪的錢補 打出了GG 哇這場比賽喔 是打得相當精彩喔 那這場比賽也是 黑拉跟塔塔最後一場 這場比賽贏一下 我們正式恭喜喔 黑拉拿到了這場 軍閥2的冠軍比賽 那這個比賽他拿到冠軍 也是再次證明喔 他的實力並不是靠賽打贏Viper 還有YOR這些塔塔塔 還有這些塔塔塔啊 DOT這些玩家 他是用自己的真實力拿下比賽的 那目前看到他的經濟跟科技喔 科技的部分是拿到了 哇靠 拿到快18000左右的經濟喔 非常的優秀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KD 更慘一點喔 1.40 對上0.7 差了一倍的這個KD喔 塔塔這邊打的已經算是很努力了 那我覺得他的文明喔 是選擇上可能不太好 可能是選擇文明上喔 這個 Ben文明喔 選擇文明的關係喔 讓他最後面只想要用這個亞美尼亞了 也有可能喔 那不管怎麼說喔 這場比賽還是讓我們看到 在這張地圖上喔 居然還可以看到其他文明的出現喔 那薩拉聖人喔 確實是一個滿有創意的文明喔 打這張地圖喔 感覺上來說是不錯喔 畢竟這張地圖喔 黃金量夠多喔 靠著自身買賣喔 也可以獲得大量黃金喔 打到後期喔 黃金還是遠遠不絕 3000多黃金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